大家好,我是大衛陽 歡迎最近來研究台記如何寫 你看,英文的台書是DES跟DAT 而中文的台書是DES跟DAT 還要看我們台記的台書 有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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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隆重七零唷 你要為那邊走對這邊來 我就要為這來刷去那裡 這是什麼車?那是什麼家? 這的日子還要怎麼寫的? 我們最定來研究 我們一次要說這麼多日 我們就為最簡單的這裡到這裡開始說去 這兩日是七零台書裡面最基本的 這裡,當然也要寫這日 它主本的意思是在說草木自掌 那用這個台書就是我們時上在說的 這裡這個字 我們看唐詩三百首 禮拜也一樣拿這個字來寫作主家企 這個字的定義是在說時間和空間的此時和此地 後來這裡這個字 當前也沒辦法 它的意思有較抽象 它可以說久所以有老的意思 它可以說空所以有想要去的想的意思 它是在說時間的古短和遊玩 它才是空間上較廣義的遠方 這裡跟這裡剛好是相對應的兩的字 一個說近的一個在說空的 那在日常的運用 我們應該都不陌生 我們在請收記的時候 都會瞎收到 這三的字就是 這裡收到的意思 那要說時間 我們就說自這裡起 意思就是從現在開始 這裡這個字好像無所不在 那這裡好像沒那麼廣泛的運用 比較接聽人說的是文明俠爾這個成語 還延伸一個廣義的遠方 我們說俠祥 不過這個台語都沒人在說 至於在時間這方面的意思 在口語上好像都絕拔了 只有在古文古詩和一些文粟粟的語法上 才多少看得到 後續來我們來說 熱和熱 我們馬上進入主題來介紹 就是這兩字 人家的地點都來看他們 燕明正身 說他們兩個就是 富為表裏 和上對應的兩字 我們現在來比較 我們現在來比較 剛才介紹的 這裡和這裡這兩字 它是在分解時間和空間的相位關係 那熱和熱 它是我們要精確指稱 特定的人事實地物 我們才可以營造這兩字 熱這個字幾乎可以拿來當作 任何事情的第三人稱 那熱呢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加這個字的精確版 如果說到這個精確 我們在說那個人 那個人 那些是說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 我們所說的那些事情 都有很明確的標的 所以如果要說時間 這兩字就是在說 特定時間的過去 那些是當下即可的現在 如果要說過去 我們就說那個東西 如果要說現在 我們就把什麼現在 其實那些是這尊 這三個意思都不一樣喔 也可能有人的疑問說 嗯? 那不是 鼻鼻鼻鼻這兩字呢? 不過我們台記是沒有 鼻鼻鼻鼻鼻這款的講法喔 同樣意思 我們說鼻鼻鼻鼻鼻 其實多種語言 在在同一個地方 長時間下來 都會三成這種 互相混血的新語言 這真正是無法度來避免 尤其是在咱台灣 中文一直都是多數主流 你說台記的人 漸漸就不記得 好想好想這個講法 最后就用 切咬一個文音 去跟中文的 鼻鼻鼻鼻鼻 接受過來用 那也是最聽人用台記 去念中文的接觸 跟念作接觸 也不過我們台記是沒有說 去跟人接觸這款的講法 差不多意思 我們說寄訣 真正嚴重的問題 是出在這裡 這個字 我們台記不是念錯 現在越來越少人知道 這個字應該念答 雖然說語言的混血 也是一種文化的現實 只是這樣年久距離 我們每一個人 都罹患了語言失憶症啊 啊 我們就快來看 這個字 跟這個疑問代詞 顧名思義 它是用的疑問句 跟不確定的語法上 我們現在要說的這個字 它剛好就是 語言失憶症 相後的例子 它自己本來的字 早就讓動作辦的字在用啊 所以我們就先 就這個字來代替一下 不過這個字本身 也是一個麻煩人物 它有太多歷史公案 在那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 這個字本來的意思 已經走到太陽 現在也不用去照 現在大部分的人 對這個字的了解 都是寄照 2000年以上的大五歲 我們現在還要請 這個字來幫我們倒三天 要以台本來做這個字的替身 這是我們發給它 第三點的新婚情啊 沒關係 我們就不記前嫌 我們當這個字就是這個 我們趕快把另外一個字請出來 我們繼續來研究 就是這個 這 這個字 算是借師還魂 那 那呢 它這個字本來就是 疑問代詞 而且別無分號 這兩字也一樣 是一個說緊的 一個說橫的 好比我們說 這是什麼 那是什麼 都是用你的疑問句 不過 有當時 這個近 和這個方 它跟實際 空間的距離 無關係 而更多是 我們主觀的 內在感受問題 如果是這樣 就不一定是疑問句喔 你們有這種經驗 如果說到我們切身在意的事情 那狀況又一言難聽 我們要用一個字 來概括全局 我們就會說 吼 這這這這 一定要來處理啊 如果我做另外一種經驗 是我們要撇清推開 又不方便明講 我們要用一個字 曖昧代過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那個我不知道喔 那個你不要來問我喔 我們的母親會這麼豐富 我感覺這兩字 是說不可沒耶 又接下來 來說吃 這個字 其實八百多年前 李青照 就替我們找到答案啊 它下的這首 生生慢 它用精彩的碟字 在揹彈它 揪刮的心情 最後 它說吃處地 意思是說 上頭所說吃的一切 成一個仇字了得 我們說的吃的東西 吃的人的吃 本來就是這個字 許慎 他在說文節字裡面有幾歲 足夠在我們頭語上 很適用的 吃糕 吃冬 還有吃肥 不知道當時 已經讓這個字來取而代之了 本來應該是很熟悉的字 現在用起來 算這麼陌生 這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字的無頭公案之一 這個字 我們不知道當時 生生慢被寫出來 想不到馬金貴一千年以上 李清照 還能知道 寫這字 真是不簡單 屬於這上 在民國以前 很多人都會寫這字 就連廖宗凱 在美國出事的 他都知道 你們看 我手上這本 宋慈三白首席 是三明書局 在1977年籌辦的 頂頭下的 又是玩伴 架齒地 你們看他們2008年的 李清照吉 來文就改作這次地 而且黏一句改歲就沒有 直接給他斷代 以後我們的小孩要怎麼 在這裡拜託這些出版老闆 老闆沒煮絲馬雞 讓我們來尋根這樣感到 我們來看今天介紹的台詞 有在分界 時空相位關係的 家和家這兩字 也有在說 特定人事實地有的 戚和戚 也有這堆疑問代詞 坐和黑 也有李清照跟我們下的 吃這個字 我們現在就來參考看看 夠有報 將對這七兩字 讓我們什麼樣的建議 夠不夠 將對這七的字 讓我們什麼樣的建議 你看 其中有這三的字 我們的間解相同 其他的完全不同 尤其這兩字 會用遮掩的遮 已經跳出了我的邏輯牆外 我沒有辦法加入這個部分的討論 不過用 要拿來當作是疑問代詞 這個太明顯 就是一個有欠周率的做法 值得三思 另外 戚和戚 字典已經告訴你 它們是一對的相對應的字 是一對 而且你都會寫戚的 你...你...你...你怎麼會這麼高義 又這麼貼心的 畢竟 這個太明顯 這個太明顯 對我們武器來說是很重要的七的字 我們應該要更慎 最後 我們再來介紹兩個感嘆詞 就是跟這兩字 念起來很小聲的 這麼大 這麼好 這兩字 一邊是太明顯 一邊是感嘆詞 不一樣喔 我們先來說吃這個字 來看空虛字典 就會了解這個字 除了在說參想事情以外 也是最動作感嘆詞的使用 我們如果要跟烏鱷 這麼聰明 我們就可以這樣寫 雖然 教育部是建議 我們這個字 要把它寫作 驅好山 吃好的家 但是 我們的國歌 有在唱歌 有這麼多勇俗 在替我們前鋒耶 所以 我們如果這麼聰明 就不用做起來 怕給人知道 我們馬上再來看 這麼漂亮的鄉 這個字 它本來就是在說明顯 和顯著這個意思 你看 古早時的人 也一樣在用這個字 在讚嘆 怎麼會這麼濃盛啊 所以 我們就千萬不能跟 你講遠方的這個台書 什麼字喔 我們今天介紹這一個 基本台書 還有外掛這兩個感嘆詞 但好感嘆 我們現在還找到根源 來把這些台書 一字一字 聰明好生 在這個語言 詩意症的年代 文化在老實 是很快的 我們就要趕快打招來研究 大家好 感謝您都這麼有耐性 為我們最近來研究台記 怎麼寫 這個台灣會 會沾對我們台記的聽說讀寫 來做研究 尤其是從我們沒記的 正確的文字 我們一字一字一字 找出來 請繼續鎖定 這個台灣會的頻道 關注我們的台記 怎麼下單元 最重要的 會記的要訂閱喔 那對內容 有什麼東西夠的 也歡迎你在影片下面 來留言 我們最近來研究 有時候 是 空中 人 有時候 來看 你 可以